作为一个资深古民 平常大盘好在的时候 我都忙着超过 也没时间录视频 今天看大盘面实在没意思 按摩医生按摩了一会儿 心血来潮 想给大家录段视频 第一次录啊 可能说的不完美 大家都见谅 那个大盘的调整 能不能从技术指标上看出来呢 作为我这二十几年的老股民 我有一条有一个指标 非常准确的 叫RSI相对强热指标 从这个指标 就完全可以看出大盘的涨跌 最起码大盘要调整之前 你是能发现蛛丝马迹的 比如前段时间 那个指数创新高 RSI指标 RSI指标不创新高 这叫指标背离 预示大盘要调整 大家没想到调整的力度这么大 直接下台流线均线 所以说年前 我估计没啥大的大行情了 也没有几个交易日了 不想做了 不想做了 闲得没事 录段视频 和大家说一下啥呢 说一个股市的一个谚语 具体这个怎么应用 股市有段谚语啊 也叫懒人炒股心经 叫早盘大跌可加仓 早盘大涨要减仓 下午大跌只减仓 下午大跌次日买 这个谚语好不好使呢 应该是有用的 但是具体上怎么应用呢 早盘大跌跌多少 什么大跌呢 这个有人做过测试啊 有人用过那个计算机模型 做过测试 早盘大跌 这是指大盘 跌幅超过2% 就是可加仓 如果你就是 你如果有股票的话 或者是你就闭得眼加仓 赢的概率是8-9-10 赢的概率更大一些 早盘大涨 要减仓 早盘马上高开高抖 那也不要大涨啊 就是早盘大涨 也是也是一个指标 叫超过2% 大盘2%以上大涨 这个可以减仓 应该是减仓错误的概率很小啊 这个 但是也得看大盘的位置啊 大盘在高位和低位是不一样的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指标 就是你机械操作 早盘大涨 你就卖一掉 错不了 还有一个就是下午大涨 只减仓 就股票拉尾盘 和这个大盘拉尾盘 一个道理啊 下午大涨 你就可以减仓 或者稍微多点 大卖一点 这个正确的概率很大 所以这也是一种比较机械的操作方法 成功的概率比较大的啊 就大午下午大涨 只减仓 还有一个叫下午大跌次日买 就是杀尾盘了 尾盘暴跌 第二天早上 开盘了之后继续探底 这个你就可以买一点股票了 这个赢的概率也很大 用这个招测试 就是经过有人做个计算机模型测试 就是机器的操作 用这四句愿语 这种懒人超股心惊 赢的概率 好像是在八九十以上 远远的跑赢指数 这个今天我就是 偶然想起了这句愿语 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第一次录视频啊 那个 不一定完美 大家啊 多见谅啊 再见